好 上一段講到主流民意 其實現在民調做出來發現 還是有高達近6成左右的民眾 他們是希望政黨輪替的 什麼原因 因為看到了一些新聞 會發現說 怎麼跟你想的不一樣 跟你想的不太一樣 譬如說上個星期看到的 疑似是正文和影片 在網路上瘋傳 然後立委王鴻威 就要求司法檢調單位 必須要趕緊查明 這到底有沒有涉嫌偽造 是真的還是假的 投影他也直接問了 行政院長陳建仁 說那現在已經快到期了 一個星期的期限 查好了沒有 陳建仁是這樣回應的 你聽聽 他說其實經過建造出來 即便那個影片沒有經過姐姐 也沒有辦法證明 裡面那個人就是鄭文燦 現在是查真的還是查假的 查到底有沒有用 怎麼樣才能夠釐清真相 問本人嘛 如果真的有發生過 你一定有印象 這樣才對對吧 好啦 所以大家也問鄭文燦 為什麼第一時間 你沒有否認 那不是你本人 來看看 他10月24號的第一時間是講 年代久遠 不要影射 那後來30號的時候告訴大家 我不是影中人 所以我當然不會知道 到底時間地點是什麼 但是我們也要問 如果你真的跟這一些地方 完全都沒有印象 完全沒去過 應該是第一時間就有辦法 很明確的告訴大家 那個地方我沒去過 這樣才對啊 所以大家開始在問 這陳起事件到底有沒有辦法 得到真相 至於趙天林的事件 現在他是已經道歉 同時也退選了 但是前立委邱毅加碼爆料 他表示說 2019年10月28號 他直接指控趙天林是花工糖 然後跟那個女生在東京這一邊約會 可是也就在今天 馬上趙天林辦公室回應了 他們拿出的是 立法院議事直播的影像 說你看看 當年10月28號 108年 2019年 湯天 他是在立法院開會的 等於是直接打臉了 邱毅這裡的爆料 但邱毅有說啦 說他接獲很多爆料的資訊 我們也是公開呼籲邱委員 如果真的有實證 一槍斃命的證據的話 我們趕快拿出來 原因是因為呢 大家都希望能夠釐清真相 現在趙天林雖然是退了 可是問題是看起來 還是蠻在活躍的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看看 在接手他的是黃傑 黃傑在昨天的被發現 到了趙天林的服務處 同時推薦他入黨的 陳其邁市長也來了 為什麼 因為要陪他來跟基層 下子一下 開基層會 同時呢 大家也說 趙天林先前雖然是退選 但是呢 不但辦了一個 感恩的餐會 同時基層會 他也在幫忙這個黃傑 跑前過後的 好像 其實還蠻高調的 對比過往的一些 他的同僚 包括誰 包括羅智鎮 那個時候是選舉的時候被爆 結果後來呢 身影了10天 那當時這個王定宇呢 在租房事件的時候 其實也身影了6天 甚至更別說疫情之間的 王必勝 當時也是身影了2天 對比現在的趙天林 基本上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受到傷害 甚至呢還可以直接把他能量 轉注給黃傑 大家開始在問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 嗯 邏輯思考 跟我們想的好像不太一樣 而這一位獨派大佬郭貝鴻 他就直接問了 黃傑 你過來這邊選真的OK嗎 你4年前直接酸韓國瑜是落跑 你現在是不是也是落跑代言人 你今天誠信了嗎 還說這對選民其實是極度不尊重 就像是到此一游的 到底有沒有辦法把這一席給承接下來 現在還是一個未定數 好 倒是呢 在今年整個民進黨的選情 就有人開始在問 有沒有可能國會本來是過半 在這一次會遇到一些些的風險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從台北的高家瑜 很多人說他現在是陷入分票危機 甚至有媒體是用Oka這樣子 來直接形容他 新北市賴品瑜 現在也說在民調 甚至有幾次會落後他的對手 而再別說了桃園 甚至連鄭運鵬都在告急 台中當時選贏嚴寬恆的林靜儀 現在據說也陷入口戰 至於他們自己人互打的狀況 也存在 台東這一邊雖然有初選 但是現在看起來 砍棒已經掛出來了 讓賴昆成初選贏的人覺得 好像很不適滋味 屏東也出現同樣的狀況 是於很綠很綠的高雄 李柏毅跟李梅珍現在甚至贊成了 五五波 大家就開始在問 今年的選情特別是立委選戰 會不會跟過往我們想的不太一樣 回過頭請教兵哥怎麼樣來看 因為陳建仁講了 這個影片一個星期裡面變真味 但是即便是真的 你怎麼證明裡面那個人是鄭文燦 對耶 怎麼證明 怎麼證明 他不知道數位部就是幹這個用的嗎 數位部有很多軟體 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直接比對臉部特徵 不是嗎 你當我們刑事警察局 當我們唐鳳是傻瓜 他們什麼都不會 你們到底問題是 你們有沒有去做這件事 你敢不敢做這件事而已 這不是嗎 你不會告訴我說 以後你們就算有了影像 都沒有辦法確認這個人 是不是這個人 警察怎麼辦案 我不知道 以前警察到底是怎麼根據監視器 抓到人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陳建仁可不可以回答這件事 以後所有被監視器 舉證的這些人都說 那不是我 你怎麼證明他是我 就這樣就結束了 是這樣嗎 當然有辦法嘛 所以陳建仁不要再假裝了 你越是這樣講 我越相信的人就是鄭文燦 我講實在話就是這樣 因為全國人都看到了 我們之前也在節目上懸賞過 就找一個鄭文燦 失散多年的兄弟出來 讓我們看一下 到底是誰跟鄭文燦長那麼像 結果就是找不到 沒有人出來 後來加碼到15萬 還是沒有人要理 所以我就不知道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人就是找不出來 那鄭文燦自己第一時間的反應 就超級怪 就告訴我們年代久遠 經過剪接 然後現在陳建仁又告訴我們 說沒經過剪接 請問一下你們兩個 到底誰說的是對的 然後鄭文燦 你到底怎麼知道是年代久遠 你為什麼瞄一眼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還要去觀察好久 才看得出來 請問一下為什麼你這麼厲害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們越是這樣誓詞狡辯 到最後就越讓人家堅信就是你 那趙天林也是一樣 我覺得這些人都是一樣 你出了狀況 已經夠厚顏無恥 還開這個什麼感恩晚會 我真的是覺得 真的是奇葩到一個 讓人家覺得匪夷所思 已經可以厚臉皮到這種地步 然後現在還在那邊東閃西躲 老實講 民進黨如果真的這麼在乎國安 這個東西是要徹底清查的 開什麼玩笑 他真的 他現在都還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而且請大家注意 即使出世之後 他都已經退選 他還進入國防外交委員會 請問一下他在幹什麼 你是一個可能跟 如果按照民進黨標準 你可能跟對岸的人有勾竄 結果你都已經出世 都已經被全國人知道了 你還堅持要進去立法院開會 請問一下你到底想幹什麼 你是不是想要盡最後的綿薄之力 再繼續把機密洩漏出去 然後這些東西 你們整個民進黨都看到 你們都不用去查了嗎 所以難怪現在民進黨選情會不好 這選情不好是你們自己造成的 當然我也必須講 四年前是因為整個反送中的氛圍 然後民進黨很多人 本來根本不應該選上 莫名其妙就選上 那今年再度面臨考驗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更何況很多人 靠著順風車上台之後 根本在自己的位置上毫無見述 你們除了當黨的投票機器 橡皮獨張之外 請問一下你們做了什麼事 什麼也沒做 你們提了什麼政見嗎 你們都為地方爭取了什麼建設嗎 看起來都沒有 那所以陷入苦戰 不是剛好而已嗎 其實老實講 鄭運鵬現在說選情告急 請問一下 你中國鵬的事件解決沒有 你到底跟中國大陸之間是什麼關係 你出來解釋過沒有 就真的只是投資經商的關係嗎 那為什麼別人投資經商 就要被你們質疑 你們投資經商就不用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狀況 都是民進黨自己造成的 那我也必須說 當你的競爭對手 為你製造了這麼樣 一個大好機會的時候 那藍白如果還被人家各個擊破 還沒有辦法團結努力 那到最後就是眼看著大好機會 從你手中溜走 自己要去謹慎 確實今年在地方上頭 你看到選情好像不太一樣 余軒 因為你看到 即便連高雄 之前都講齊齊齊齊齊的地方 當然 趙天齡 五成多下 能不能全部灌到黃捷這一邊 不知道 但是李柏毅跟李梅貞 現在也是五五波 所以跟大家過往的想像不太一樣 才會有人開始在思考 有沒有可能今年選出來 民進黨國會沒夥伴 這個李柏毅是男柏毅 我要幫各位這個 幫台北的李柏毅再澄清一下 因為他很困擾 因為南部的李柏毅 做一些奇奇怪的事情 然後他的支持者跑去問他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李柏毅 跟李梅貞是男柏毅 那現在到底為什麼 各地發生狀況 我先舉一個例子 2022年11月那一次大選 基本上包括台南已經超乎 大家意料的接近了 而高雄也沒有如同大家 所預期輸的差距那麼大 這是兩件事 但現在比起2022大選 有一個更強烈的趨勢是 當年還有蔡英文在後面支撐著 所以民進黨即便崩盤 基本盤還是有開出來 他們只是所謂的投票率 催票率非常的低 但現在的選情 更加嚴峻的狀況在於說 如今遇上的是誰 賴清德 賴清德會把這些小雞們 都給害慘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第一個 他自己的民調一腿不振 這是第一件事情 大家看到三成多 根本比不上民進黨 過去我講最差的基本盤 四成五 三成多這個概念 如果要對比到台北市的話 大概唯一贏過一個人 叫做姚文智而已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 把民進黨的基本盤 給催化的狀況之下 連帶的會去拖累這些小雞 而當中有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們剛才聊到的 青年選票這一塊 已經完全的流失 而且這個狀況比過去2022年 還來得更加的慘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總統跟立委選票 基本上是綁在一起投的 今天如果說 願意去投賴清德的 民進黨支持者 包括尤其是流失最大的 年輕選票 就已經少了 少的狀況之下 連帶的他就會去影響到 這些立委的選情跟結構 所以講白了 今天不會有一個狀況是 我跑去投票所 然後我是民進黨支持者 然後我只願意投民進黨的立委 人選 然後對於賴清德 我反而刻意的把這張選票 蓋掉 投廢票 不去支持他 很難 這反而是說 總統大選的結構 會去連帶的影響到立委的選情 這就是為什麼 當年會有換柱的說法 為什麼大家認為說母雞很重要 為什麼說基層的小雞 趕快應該要努力起來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來看 你包括說現在趙天林這一波 換成黃蟹 其實最大問題是什麼 最大問題是怕趙天林會扯後腿 反而不是黃蟹不夠強 最大問題是說 本身在高雄這個選區 他們應該是有絕對的優勢 但如果趙天林沒有 真心實意的想要幫黃蟹 我換句話說好了 他幹嘛要真心實意幫黃蟹 他今天盤算很簡單 表面上感覺出錢出力 然後挺高低 代表說即便黨不要我 我還是要黨 宣誓自己的忠誠 但是暗地裡 組織雙腳都不動 刻意的讓黃蟹選輸就好了 他是不是等到下一屆四年之後 他就覺得 我覺得還有機會再重來 畢竟我還年輕對不對 混著混著 搞不好再拖個十年 二十年 我最後還有機會 這個市長待會兒 還可以再想一下 所以他來講 我沒有要退出政壇 你這個講 這是趙天林的問題 但北部各自的問題 最主要的核心 都還是賴清德 以及各個候選人之間 自己都有自己的毛病跟貓膩 所以我們剛剛陸續點到 鄭運鵬也好 以及林靜也好 現在只要你跟賴清德 綁得太一起 那你就得注意小心的 因為很有可能 這艘沉船 是所有人都會一起被拖下水 好 淑慧姐 剛剛余軒也提到了說 其實現在 這個出來的趙天林 他說昨日趙天林已死 之後趙天林可能更有趣 更厲害 更多元等等 他當時感恩會是這樣講 現在確實看到 以往我們就說了 大家都會大概拼幾天 省飲個幾天 這一回 真的耶 他沒有在躲的 直接出來 甚至還陪他去開基層會 所以我們之前就說 對民進黨來說 外遇出軌 根本不是一回事 根本不重要 沒有人會在乎 民進黨 就是一個對 男人寬容的政黨 為什麼 因為庫拉斯就不見了 庫拉斯就不見了 趙天林 王定宇 王必勝 每天還是要舞陽為了走在路上 所以 民進黨是一個 對男人寬容的政黨 是一個男性政客的天堂 這一點我之前就講過了 再來我最近真的很倒楣 我被黃捷掃到台灣 為什麼 民進黨為了要護黃捷 就是說 遊書會也是跨區 也是代職參選 然後好在我在PTT的時候 我在那邊滑的時候 覺得很難過 黃捷經營都沒有經營跑 我都沒有跑選前兩個月 才跨區去參選 跟我已經一開始 而且我是被徵招 然後在那邊辛苦 已經耕耘那麼久了 好你硬要扯再姐沒關係 結果我看到一個網友 在PTT上 就講了一句話 給我的一個公道 他說 人家遊書會沒有嘴過別人 什麼意思呢 雙標 對於代職參選這件事情 民進黨過去有超多超多議員 選完沒有辦法 我們選制就是這樣 兩年 一個是兩年一次 一個是一年八個月 又輪到下一次 你當然是基層的先做 然後再步步往上選 所以過去民進黨也都是這樣 也沒人去嘴他們 高嘉瑜 吳施瑤 鄭運鵬 都是這樣 乃至於陳其邁 你也是代職去選高雄市長 對不對 黃偉哲也是 我們沒有人去嘴你們 可是韓國瑜的時候 黃捷是怎麼嘴的 你這麼嘴也沒關係 我也尊重你的高道德標準 那你把你的高道德標準 放在韓國瑜身上 等到你自己的時候 就都可以了 所以 這是大家質疑的 不是說你不行這樣 不行這樣 而是你先說人家不行 我就覺得那個 真的非常謝謝那個 那個BTDN的網友 就一句話說 人家遊書會沒有嘴別人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趙天林那個選區 會不會接受黃捷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黃捷最後的得票結果 就是趙天林未來會不會 付出的一個徵兆了 如果黃捷順利當選的話 哇 趙天林服選有功 我跟大家講 兩年後他一樣繼續瞄準 高雄市長的這個寶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趙天林 馬上付出馬上輔選 無縫接軌 因為這個男人 還在想著下一場的市長選舉 好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看看到底 是真的單一標準 還是真的雙重標準